我們在馬英九時代跟中國的經貿往來還不夠嗎 我們釋出的善意還不夠嗎 馬英九基本上快要跪下去了 沒有跪下去 請問中共的飛彈有少一顆嗎 你給我一個答案 那時候外交有沒有斷 沒有 蔡英文上任之後邦交有沒有增加 沒有嘛 國際組織有進去嗎 中共所謂的軍備有沒有減少 我覺得我們務實來講 先扯開意識形態 務實來講台灣人民現在有過得比較好嗎 邦交國有比較多嗎 實際上是過得比較好啊 外交有比較好嗎 有嗎 外交有比較好嗎 感覺不出來啊 方交國變多嗎 然後國際組織 WHO進去了嗎 另外就是以前還有民航組織進去了嗎 這些都沒有啊 然後我們簽證 國際的免簽也是馬英九時代奠定的啊 你就跟那民眾說他們是抹紅的啊 到底誰抹紅你們 你啊 我們本來的立場是覺得 當然我們知道去一定會被民進黨抹紅嘛 因為民進黨現在內政做得很爛嘛 美豬的問題嘛 剛剛講口罩的問題嘛 很多的問題啊 他們想要用另外一個議題來蓋過內政的不行嗎 所以就抹紅國民黨 你可以看到他們一直在打國民黨 很多事情都去扯到國民黨喔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還是認為 對國家有利對人民有利的事情我們還是要去做 比如說要不要去交流 現在兩岸是沒有一個正式的對話管道 我們有一個海基會跟海協會 但那對岸有個海協會 可是這兩會現在是沒有功能的 那難道這兩岸就是從此就是完全不來往嗎 就是要讓敵對升高做軍備競賽嗎 那我們真的台灣人民要冒這樣的風險嗎 兩岸不能經貿上面來往嗎 現在我們對大陸的順差還是一千億美金一年啊 那這個錢難道我們通通都不要了嗎 因為我們在馬英九時代跟中國的經貿往來還不夠嗎 我們釋出的善意還不夠嗎 馬英九基本上快要跪下去了 沒有跪下去 沒有 請問中共的飛彈有少一顆嗎 你給我一個答案嗎 那時候邦交有沒有斷沒有嗎 那蔡英文上任之後邦交有沒有增加沒有嗎 國際組織有進去嗎 中共所謂的軍備有沒有減少 我覺得我們務實來講 先扯開意識形態 務實來講台灣人民現在有過得比較好嗎 邦交國也比較多嗎 實際上是過得比較好啊 外交有比較好嗎 有嗎 外交有比較好嗎 幫交國變多嗎 然後國際組織WHO進去了嗎 另外就是以前還有民航組織進去了嗎 這些都沒有啊 然後我們簽證 國際的免簽也是馬英九時代奠定的啊 所以現在民進黨現在要採取抗中保台 他覺得這個路線比較好 他就把我們過去的路線模紅 我覺得大家的路線或許容獲可以不同 但是大家愛台灣的心是一樣的 不要硬去講說 因為你們主張交流九二共識 你們就是親中賣台 恐共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 問題親中賣台恐共 這六個字就打死你們國民黨 是啊 所以我們 你們怎麼解釋呢 所以我們要解釋 我覺得 會抹紅我們的就是王浩宇他們的民進黨 你看看那些民眾嘛 那些民眾都說多交流 好啊王浩宇你現在到路上去 你跟那些民眾講說他們都是賣台的啊 你去跟那些民眾說他們是抹紅的啊 到底誰抹紅你們 你啊 比如說這個去參加 這個去參加這個 交流怎麼不對吧 中共國歌人 去當你們國民黨的不分區 吳思淮現在還是不分區 再來講一句 這誰抹紅誰啊 好一個 他們最喜歡攻擊吳思淮啦 其實吳思淮前兩天講一句話 他那天講的也蠻有尬詞的啊 他說 怕什麼交流 我去就是要捧戰他們 我要讓他們知道中華民國 民主自由的可貴 那帶著國旗去啊 可以啊 下次就不敢帶著國旗去好不好 王浩宇他們是怎樣你知道嗎 欸有大陸要打我了 好可怕 我好害怕大陸喔 千萬不能交流 因為只要一交流 我就會被他重化 從此以後我就會幸福共產主義 所以最好大家不要往來 可是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是多交流善意 我要宣傳我們的民主 讓他們知道自由的可貴